好 第三个小题 这里比刚才啰嗦一点 为什么呢 它的硫酸要配成40%的硫酸水溶液 它问的是硫酸水溶液几克 你知道吗 假如你算出来的硫酸是40克 40%表示硫酸水溶液就是100克嘛 它问的是那个100 不是问那个40 听懂哦 所以要知道产生硫酸多少 还要带回去以前的重量 百分浓度 然后知道的是硫酸水溶液有多少 所以它除了现在的简单的化学剂量之外 还要用到上学期交的重量百分浓度 重量的浓度 还会知道答案 停车战戒问 这样子是多少勒 这样子是瓦水溶液 来 我们要请两个可爱小女生 下一位大帅哥 两位可爱小女生 7号4号 都没来吗 7跟4都没有 那还有两个小女生吗 有10号跟9号 9号10号上来 大帅哥叫做36有吗 没有36 23 上来 把他黑把那个擦掉啦 一大堆痴在那边麻烦难看把他擦掉 不会就给我写我不会 不会就写我不会 不知道就写我不会 我会哮 你把其他擦掉留下我不会 你连写这边写 你连写那边写 12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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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8 19 18 19 18 19 19 19 20 19 放棄 剛才燃起了一點小小的希望 又破滅了 又破滅了 好 我說過這個比較討厭是你要多做一步 你配完你產生硫酸多少之後還要變成40% 沒關係 先要知道產生的硫酸到底有多少 好 那我們的想法做法 我再跟你結尾講說找到不變找到相等 配成的做成的硫酸水溶液 做成的硫酸配成水溶液誰沒有變 就硫酸沒有變 硫酸一樣 所以你可以寫個等式 就是左邊的硫酸等於右邊的硫酸 但是其實你還是要算左邊硫酸 你才是要兩邊都要算出來知道 所以反應得到硫酸質量就是容易中硫酸的質量 一樣 OK 好來 先知道 簡單的化學肌量 要知道硫酸產生多少克 第一步 寫出方程式並且平衡 好寫給我了不用寫了 第二步 以致跟鎖球換成 墨爾 以致誰 128克的硫 求誰 硫酸有幾克 因為我的重量 百分之多是要克數 質量 那質量怎麼變墨爾 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硫的原子量是32 128除以32 有一個硫酸不知道幾克Z Z功克 要變成墨爾 硫酸的分子量是98 所以Z除以98 第三步幹嘛 變成均衡係數比就是墨爾數比 墨爾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硫酸 硫 超係數比 2比2 然後往裡面塞 剛才墨爾往裡面塞 算出來 392克 392克是 硫酸392 他問的是硫酸水溶液 好 那溶液的溶質質量怎麼做 以前學過的 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嘛 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 你的假設溶液是T功克 所以 392 硫酸 等於T功克成 百分之四十 所以算出來 980克 或者 用質量算 要求質量多少克 硫酸有多少 硫酸 硫酸 來 給的是硫酸 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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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叫做產生硫酸392克 那就跟剛才一樣了 給的是容質質量392克要配成百分濃度 所以 大家會去公式做 容質質量成百分之一百 要百分濃度 寫下來 算出來 答案就是980克 所以答案就是980 這就是用質量的方法做 想法基本上都差不多 可以嗎 可以